第361集 只见一个饭盒内的绿色皮冻被分成了四块 河众取出一块放入空饭盒中 再打开保温壶 将依旧滚烫的鸡汤倒入 再加一点调料 就算是完成了 众人也不多言 一人分到一块 默默地品尝起来 河修芳最后也分到了一块 是有些碎裂的绿色皮冻 吃到嘴里 依旧是又黏又爽利的感觉 河修芳的泪水滚滚而流 滴入本有些凉的鸡汤中 物资不绝 在刘维辰之后 祝同意当初一共找了四名运动员 来接受他的方案A型的跟腱修补术 除了河修芳 另外一名跳高运动员 也参加了本届的田径冠军赛 虽然未能获得名次 但竞技状态基本恢复如前 已是难得的效果 另外两名篮球运动员都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 身体表现同样不错 有这么四个人做榜样 田径队的领导原本就对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异常的看好 确定了复查的结果后 就开始讨论单位共建或者合作共赢之类的议题 田径队是知道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 近日要召开国际会议 有意地以虚名换实例 祭天路则是来者不拒 当此时 他们还真的挺需要虚名的 何秀峰所在的试田径队里 虽然没有刘微臣这种级别的明星运动员 但也有好几名现役的全国冠军 十多名全国奖牌的获得者 历史战绩意涵不错 哪怕所有这些冠军奖牌和战绩 普通人都是毫无印象 可是毕竟是能够拿出来宣传的了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 既然挂着运动医学的牌子 那就离不开运动员和体育系统的支持 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很快进入了实质性的商讨中 凌然却是开始觉得无聊了 没有手术座 还有行政事务 这就好像学校里搬迁解剖楼 让学生们搬运大体老师一样 不仅学不到东西 还吓得半死 凌然有心自己找点手术座座 然而 临近会议举行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 真是把自己清得干净 不仅病房内的病人少 接诊的病人也少 接受的转诊病人的要求更高 他们甚至没有急诊室 凌然找来找去 就在天井的位置找了一个露台 正好面对服员体育馆 事业极佳 再从自动售货机里取一瓶肥宅快乐水 顺势靠在露台的椅子上 凌然就算是摆好了姿势 熟练地掏出手机 点开游戏图标 进入到色彩斑斓的游戏世界 禁赛刚好结束 凌然顺手点开一把匹配菜 乐呵呵地玩了起来 对凌然来说 玩游戏是一件很放松的事 游戏过程中 可以专注地操纵角色 游戏角色死掉 也可以默默地思考人生 只有思考人生的时间过长 才会让她的心情不好 那时候肥宅快乐水又能发挥作用 一局又一局 凌然思考了许多许多 直到将一瓶可乐消耗得干干净净 正好一局结束 凌然起身想要再买一瓶的时候 一阵汪汪的声音传来 方投方脑的拉布拉多看到凌然 兴奋地连叫三声 然后就扑了上来 到了凌然身前再围着凌然打转 凌然有些心虚地看着她 犹豫了几秒钟 栗子 坐下 拉布拉多用眼角瞥了她一眼 自顾自地转着圈 后面跑过来的女警秦敏 悄悄地收起一块布料 再远远地向凌然招手 然后漫步似地走了过来 林医生 真巧啊 今儿能在护士遇到你 秦敏身穿鼻挺的颈服 大胸夺人眼球 细腰又被武装带紧紧地束缚起来 脚上的皮靴将人的身量拉高 显得英姿勃发 凌然意识多看了两眼 又将目光挪到她大腿的位置 你的伤口还没好利索啊 秦敏有些紧张 又有些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然后腿一崩 做了一个利落的利症动作 好的差不多了 就是跑起来有点疼 慢慢走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你们的技术好得很呢 栗子恢复得更好 拉布拉多依旧转着圈 嗅着凌然的味道 腰弓似的扒她的裤子 栗子坐下 秦敏下令的声音清脆 立即让栗子乖乖地蹲下了 乖 凌然是对栗子说的 秦敏这时候突然理解了 为什么有些男生会说 养狗是用来泡妞的 曾经 他对于这种行为是颇为反感 狗是人类的朋友 怎么能给你泡妞呢 而秦敏现在却是大彻大悟了 朋友如果不能跟你做聊机 那一定不是真朋友 栗子是在感谢你呢 他一定是闻到了你的味道 才匆匆帮忙跑过来 是不是 栗子立即点头 凌然嘖嘖有声 试探性地伸出手 在秦敏的鼓励下 摸在了拉布拉多的头上 有点刺 不是那么软 但是弹性很棒 尤其是拉布拉多舒服地摇头晃脑的时候 更是令人心情都愉悦起来 凌然因为没手术 游戏不顺 快要被禁赛种种原因 而导致的不爽情绪 全都烟消云散了 真是条好狗 还没有好好借过你呢 如果不是林医生的话 栗子现在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当时伤得也不重 都喘不过气来了 秦敏娇嗔一声 制服加成百分之三百的萌点 他也是练过的 哦 只是一个气管切开树的事 在急诊室里 那都是最简单的事了 凌然说着 轻轻地摸摸拉布拉多的脖子 坐过气管切开树的位置 已经重新长出了一圈毛 虽然还有明显的区别 但也不难看了 拉布拉多在秦敏的指导下 顺从地依靠在凌然的胳膊上 脑袋一歪 正好落入他的手心 让凌然挠了个痛快 一般的警卷是不会这么卖萌的 尤其是比较丑的德木 罗威娜 但是 拉布拉多是很亲人的狗 又被秦敏专门训练过卖萌 此时表现得恰到好处 蒙入深处 同样无事可做的余缘 从距离凌然三十米的地方 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一米四八的身高 穿了运动鞋以后 也没有质得提高 轻量级的体重 更是让人觉得普普通通 黑矿圆眼镜 看起来就是人畜无害的样子 余缘缓缓地来到凌然面前 她看看秦敏 再看看秦敏的颈幅和胸 再用右手拖出拉布拉多的脑袋 左手抓住凌然的手腕 轻轻一扯 将两者分开 接着 余缘再以纤细的身材 挤入了拉布拉多和凌然之间的空档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三百六十二集 汪的一声 执行卖萌任务到一半的拉布拉多 两眼懵逼 我是余缘 余缘微微抬头 看向拉布拉多和秦敏 嘴角轻轻地挑起 身子围攻 像是猫科动物似的 体积不大 气势十足 我去知寻了 灵医生 回头见 秦敏是个很果断的人 在制服公事和猛狗公事 都没有起作用的情况下 他并不纠结一城一地的得失 连微信都没留 就招招手走人了 拉布拉多依依不舍地 蹭了蹭凌然的裤子 喵屋一声 一步一驱地跟上了秦敏 还回头再看看凌然 摆出一副萌萌的表情 狗子卖萌 自带盛光 凌然也不由得摆摆手送别 拉布拉多吐吐舌头 叮儿叮儿地跑快了一些 养条狗也蛮好玩的 凌然看向于员笑了笑 又掏出了手机 遇到十分正的狗才有趣呢 于员厌恶地皱皱鼻子 大约是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慨 凌然这么一想 也觉得有点不能接受 于是叹了口气 果然是别人的狗最好玩啊 遇到有十分正的还算好 意识正就麻烦了 有的甚至会去舔别人家狗的屁股 最可怕的是一种十分正 我就见过喜欢吃大象分的狗 你知道大象的粪便里含量最高的是纤维素 那只狗如果喜欢吃纤维素 为什么不去吃草 一定要浪费大象粪呢 愚蠢的动物 你在动物园见到的 动物园是会有奇怪的动物的 于员沉默了几秒钟 沉重的总结 总之狗是很危险的 凌然笑了笑 没往心里去 只是继续打游戏 今天反正是没手术做了 病房区也乱得很 甚至有医生开始给病人普及会议知识 搞短期科普 凌然对于这种麻烦事向来敬切不明 她喜欢的是有秩序的医学 不是混沌的会议 她现在甚至有些后悔应邀前来 太浪费时间了 虽然说参加各种会议 是外科医生成长的必由之路 但会议本身只能提供加成 依旧要靠医生本身的基础的 若是要浪费一周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参加会议 凌然宁愿回云医去 之所以是一周 也是因为一周的时间 云医的病床又能清空一批出来 另一方面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此次腾出的病床也确实是多 她们目前的住院人数还不到五十人 等于是还有一百三十张床的余量 当然 会议期间是没有这么多的 但是若是挨到会议结束 目前的单人病房重新变成双人 三人甚至四人病房 那就好像汽车人化身变形金刚 强得不行 凌然上一次在骨关节 与运动医学中心做手术 加床加了百多张 若是算上这个数字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还是大有可为的 凌然寻着手机时间表 来到手术室里 手术区挂着的打印纸上写得明白 今天有一台寄天路的髋关节置换 寄天路是一周三天手术日的模式 剩下四天时间呢 她有一天在门诊 两天开会 剩下一天时间或者开飞刀 或者做一些推脱不过的手术 或者继续开飞刀 实在没事做 就拉一票小弟搞教育查房 也是做的有声有色 一周能回家睡四五天觉 算是年轻有为的中年医生中 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典范了 不过最近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开会 寄天路也只是隔天做一场手术 稍稍缓解手痒的情绪 所以她这种医生 最是知道凌然的状态 看凌然穿着洗手服 来到手术室装作学鞋的样子 就直接问 怎么要不要上手啊 要 凌然一点演戏的天分都没有 转身就说 等我洗手 认认真真地洗手回来 凌然就在护士的配合下 穿上了手术服 手术服是全灭菌的 洗手服虽然在穿的时候 是灭菌后的状态 但要求并不严格 哪怕是穿衣服洗手这个过程 她也肯定是沾染了细菌的 纯粹的无菌环境 是非常难以达成的 哪怕是在医院里 要得到纯无菌的洗手室 医生和护士 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普通的手术 在洁净手术室里做一做就可以 有些甚至都混不到洁净手术室 比如肛肠科和普外科的手术 用一次超镜手术室 清洗两天算是响应迅速了 当然 特权阶级总是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待遇 有的人科痔疮 在特别洁净手术室中的百级手术室 也是有可能的 只看特权的程度罢了 关节致幻术是在一级手术室中进行 祭天路等凌然来了才正式开刀 至于已经换好了衣服 复习了一晚上的无名主治 就只能去顶替住院医的二住位置 天赋好 技术好 受重视的医生就是更容易获得手术机会 这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能上髋关节致幻术的主治 也是不断的挤走其他同龄人的情况下 才找到了这样的位置上 但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这样的地方 成为主治以后 就是会面对更强的竞争 成功突出重围的 就会成为祭天路这样 在中国顶级医院中的四十多岁的 年轻有为的主任医师 终于忍受不下去的也可以转去其他医院 自然会在五十岁左右成为受人重视的副主任或主任医师 祭天路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他对手下的医生分外没有同情 医生是用病人的寿命为资源成长起来的 普普通通的天赋的医生就去做普普通通的事 没有顶尖的天赋却想做顶尖的医生 那就看命运的安排吧 它是不会特意的提供方便的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363集 凌然站在手术台上 却是一点其他的心思都没有 一边听着祭天路的命令做事 一边拼命的回忆 宽关节置换的各种细节 自从上一次做过宽关节置换以后 凌然就阅读了大量的文献 在看了祭天路的手术值班表以后 凌然更是给自己做了加强训练 游戏决策死亡的时间都是他思考的时间 游戏被禁赛以后就更不用说了 他只能阅读资料了 祭天路是在梅奥学的宽关节置换 回国以后历练的机会更多 颇为娴熟 凌然虽然从未做过这样的手术 但他能做神经吻合 能做血管吻合 肌腱缝得好 皮也缝得好 无非就是对术士本身不了解 也缺少相应的解剖学知识 但是如果以地方医院的标准来看的话 他现在直接上手承担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任务都毫无问题 比起普通组织是强到天上去了 简单来说 现如今没有一手绝活的医生和凌然比较是毫无价值的 换一个人或许已经不耐心给人做助手了 但凌然就乖乖的跟着寄天路错 像是普通住院医那样积累经验也不觉得烦躁 寄天路错的顺手心情也挺不错 再看凌然标准的新人住院医的模样不由得笑了 这两天没手术做是不是特着急啊 是 凌然低头牵线依旧是动作熟练 术士他是不懂 可缝合什么的他看一眼就知道情况了 再者 关关节置换术的视频他也看了一些 并不是完全没概念 寄天路舒舒服服的操作着 哎呀等住院室回来就好了 他要你做嘉宾 肯定给你找好了跟腱断裂的患者 十有八九还是运动员 啊会吗 凌然的语气里都带着期待感 手里的动作愈发轻快起来 鼻腔里甚至轻轻的哼了一组小调 站在他侧面的寻回护士看得心痒难耐 悄悄的掏出手机在死角位置 偷偷地拍了一张照片 并配图发出 林医生太可爱了 刚才哼歌了呢 哼的什么 哇 哼歌沙 哼 哪个角度看得帅疯了 嘿嘿 好像一只可爱的小狮子呀 啪呜 哦 不对不对 这是老虎 嘿嘿嘿 错了错了 哇 这可爱的雄狮 你看林医生的肌肉 那种力量感 哇 眼神也好深色哦 好像看到了一整个宇宙的感觉 寻回护士得意地将手机塞回了兜里 让其他小婊子闻一下味就行了 林医生是属于手术室的 凌晨五点 凌然怎么也睡不着了 只好起床 他一向睡得很早 起得很早 读书的时候 凌然就喜欢凌晨四五点钟起床 然后背诵课文或英语 不如此是不行的 同样的工作放在下午或晚上 总会有认识或不认识的女孩子围过来 嘴上说着一起读书或写作业的话 但动不动就会变成聊天 当然 大部分的女生还是很懂事的 架不住遇到的女生多 只要有一位喜欢聊天的 就会饶去清静 或者每人说一两句话 人数多了的话 也是很浪费时间 凌晨就不一样了 凌晨是一个很奇妙的时间 这个时间 大部分人的大脑是停止运行的 而不少人的大脑却是清醒无比 如果世界的运算能力是一定的 一定是因为清晨的停机数量比较多 才使得少数人的大脑运算能力得到了提升 而在这个时间点 大部分的女孩子都会选择睡觉 自从美容教一次覆盖了懒的大部分定义之后 女生们的睡觉时间就大大延长了 唯一让凌晨有些不适应的 还是户上的陌生 若是在云医 凌晨早就可以开始做手术了 若是在云大 到现在都背了二十个单词了 但在户上 凌晨只能围着浮原体育馆跑了会儿步 出了一身汗 天幕下依旧是一片漆黑 凌晨也懒得回酒店 就到医院手术室里洗了澡 直接换了身洗手服 医院的洗手服都是循环使用 循环消毒 领导们巴不得医生全天穿着洗手服 随时进入手术室里工作 今天的手术安排的更少了吗 凌晨无聊地望着门口的打印纸 就薄薄的一张纸 证明今天的手术室是真的空闲 在手术层门口做事的护士笑了笑 中心的手术本来就少 不过最近的手术量更小了是真的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总计只有几十号的医生 其中能做手术的主治副主任和主任医师 也不过十几号人罢了 他们还时不时地要跑到全国各地去 一般的进修医和交流医 也不可能来做太多的手术 凌然这种除外 凌然撇了撇嘴 庆幸自己是在三甲医院工作 否则的话 真的会等病人等到望眼欲穿的 食堂也没有开吗 凌然再看看冷冰冰的就餐区 连盏灯都没有 都没有手术呢 我们平时也不给值班医生提供宵夜的 这么小的研究中心是不可能像云医那样 昼夜不停地提供食物 云医的手术层 忙碌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做几十台手术 而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一个晚上做三台 那估计都要很忙 凌然忧郁地看一眼手术室 默默地找了张椅子 掏出手机 开始点外卖 白粥不想吃 油条不想吃 包子不敢吃 在周围少数几家营业的店面中 凌然最后选了煎饼和豆腐囊 煎饼送过来估计也会有点软 但是影响不大 至于豆腐脑是否配煎饼的问题 凌然就不去考虑了 在外出差 有口食物吃就不错了 她玩着游戏 安静地等待 清晨的医院 安静得像是鬼屋似的 任何一点想动都可以把人吓得半死 凌然打开游戏音乐 在空旷的大厅里玩 显得还更加的升级勃勃一些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364集 凌医生 你来得这么早 鱼猿揉着眼睛 混卷地打了个哈欠 坐到了凌然对面 凌然点了点头 你怎么来了 因为我想坐朱燕总啊 我猜你就会起得很早 但是也太早了吧 今天又没有手术座啊 是啊 没有手术座来着 凌然重重地点点头 啪的一声 将手机倒扣在腿上 望着前方陷入了深思的状态 我去洗把脸 您别乱跑 鱼猿搓了搓脸 困得不行 她知道凌然的习惯是早起 但是还是低估了凌然的早起时间 相比之下 鱼猿昨天先用手机看了家里的监视器直播和录下来的视频 又读论文到凌晨才睡觉 根本就没有睡好 凌然无所谓的点点头 她能跑哪去啊 一个凌晨不做手术的医院 就像是以前没有灵魂的医院 待在里面 正常人都会觉得空虚吧 凌然就空虚的不行 抬手看看手机 得 又被禁赛了 游戏体验差得要命 凌然想了想 决定重新注册一个账号 凌医生你的早餐到了 凌然正倒过着 就见一名穿着黄色外套的外卖骑手来到面前 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 你穿的衣服不就是医生穿的吗 你是点餐的凌然吗 嗯 是我 凌然干脆收起了手机 煎饼虽然只是普通的食物 但人家的煎饼也许做得好 还是要给予充分的尊重 您的早餐升级了 您下单后正好抽到了早餐店的至尊大奖 所以给您升级了至尊套餐 正说着话 另一名身穿黄衣服的骑手小跑了过来 卸下了一张可折叠的圆桌 问话的骑手将手里的食物包放下 又和另一名骑手返回摩托车 各自提了一大袋的食物过来 放上桌 祝您用餐愉快 有空请给一个五香好评 哦 这点外卖还可以这样呢 凌然稍微有些奇怪 她的运气是一向很好的 正如逃平女士所言 长得好看的男人 运气都不会太差 但是看眼前的架势 早餐店是要赔本的呀 别的我们不清楚 我们就是把餐送到 骑手言不由衷地答应了一句 迅速离开 凌然迟疑地拆开一只塑料袋 只见里面先是一只大大的黑色密封盒 中间用袋子固定 袋子上还写着白色的M开头的一个标志 颇为漂亮 凌然不由想到网上看来的评论 心道 现在开店还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取开密封盒的袋子 里面的饭盒似乎是由塑料和橡胶构成的 全部都是两层的结构 那有萝卜 土豆 番茄 多种蜜饯 木耳 白菜 小芹菜 熏鱼等多种小菜 每种小菜都很少 最多能吃三口的样子 还没有一只大饺子的体积的 凌然拿出来一个就在桌面上摆一个 很快就摆满了半桌 再将另外两个塑料袋打开 见到的则是一叠好看的红色金属饭盒 正面压着修破命的标志 饭盒内也都是很小的一块食物 有各种各样的包子 饺子 烧麦 还有各种不知做法的肉 蛋 鱼以及形式多样的糕点 凌然看看骑手们消失的地方不由想 这个卖早餐的店老板莫不是个傻子 余元此时正好走出来 洗了把脸以后有些清醒的样子 然后他就看着满桌的饭盒疑惑了 外卖一起吃早饭吗 凌然说得很直接 余元也不客气 直接坐下 却是先拿起了一支金属饭盒打量起来 好 Supreme 又是什么人给你送的食物吧 余元的脊背开始弯曲 她开始感受到了责任的力量 凌然加了一块牛肉 陪着一块金黄色的小馒头吃掉 又加了一块包心菜吃了 就将三个饭盒给腾空出来 并随意地裸起来 呃 我也不清楚 外卖元说我是中奖了 那你中的可是大奖 Supreme的盒饭是上过新闻的 一支一千六网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一支盒饭就是一千六啊 不是一百六 一百六也贵死了好吧 一千六网上的盒饭 你数数这里有多少个 要多少钱 余元掰着手指头算 任务太重了 余元内心哀嚎一声看向凌然 林医生 你就没有一点奇怪吗 你点外卖结果就能中奖 还是大奖 当然会觉得奇怪 但是人生本来就会有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啊 中的叫至尊大奖 凌然又夹起一块烧麦 咬开却发现里面是霸鱼和五花肉馅的 嚼起来鲜嫩无比 吃完再配一块小排骨 就一根小拇指长的小玉米 又清空了三个饭盒 余元一点吃早餐的兴致都没有 烦恼地抓了抓头发 好吧 就算你中了至尊大奖 就算你觉得人生满是奇怪 但是你只是点了一个外卖而已 哦 没什么 我用滴滴打车的时候还打过劳斯莱斯 记得洗手后再吃饭哦 真的很好吃啊 当余元吃到饭盒里的餐点时 眼中闪起了光 作为一名九年义务教育 五年本科 三年硕士 三年住院医的单身狗 余元有太多买早餐买外卖的经验了 但是望着面前 super mean的饭盒里的食物 余元不由深深地叹了口气 为了保住月薪五个盒饭的工作 我要对抗这么多强悍的家伙啊 再看凌然的表情却是一脸的淡然 虽然吃得认真 可形象依旧完美 你以前点过这样的早餐吗 余元揣测着敌情 若是个惯犯的话 这份工作的难度就要再增加了 凌然想了想 哦 我妈做的就很好吃 我问的意思是 像这样的豪华早餐 豪华不是早餐的关键 样术多是很重要的 但样术多不代表豪华 余元望着餐桌上堆积起来 几十只深红色饭盒 呵呵 但笑了两声 家里做的早餐 好处在于新鲜 凌然常吃老妈的早餐也是有一些讲究的 作为走精致流路线的女性 陶平同志不作则以作则尽善尽美 相比起来眼前的早餐虽然种类繁多 但是经过了转运的过程 某些食物就是没有现做的好吃 只能说他们都在水准以上 余元对此毫无感觉摸了摸肚皮 只能看着凌然一边吃早餐一边摆饭盒 不一会儿桌子上落起的空饭盒 就有余元的高度了 但是还有吃不完的食物剩下来 嗯 我来收拾吧 饱食了一餐之后 余元像是只猫儿似的打了个哈欠 决定做点事 他将同品牌的饭盒放在一起 再将几分剩下的食物处理了 忙忙碌碌的收拾过程中 长长的走廊传来了高跟鞋踩地的声音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三百六十五集 凌晨六七点钟的医院里 传来越来越近的高跟鞋声 换一只胆小的动物 此时已经该考虑是否落花而逃了 而对于余元来说 高跟鞋声刺激到的不是他的胆囊 而是那颗硕大的责任心 霍主任离开前的阴阴嘱托浮现在余元的脑海中 霍主任的阴容笑貌 那突出的嘴唇 前胡的嘴角细碎而尖利的牙齿 吸动的鼻孔 圆瞪的眼睛 雷厉风行的性格 斩钉截铁的命令 余元之间还记得自己被解骗的同学们 被凶恶的霍主任骂哭的场景 松手 李正 什么都不虚动 这里是医院 抢救失败这个人就死掉了 明白吗 先救命再治病 余元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回荡起霍主任的声音 有这样凶恶的主任在背后 医院里的鬼都要躲着自己走吧 余元甩来甩洗干净的饭盒 淡定地走出了卫生间 循着高跟鞋想起的方向 摆正姿势 身体微弓 嘴唇微掘 露出细碎而尖利的牙齿 鼻孔吸动眼睛圆瞪 林医生 真巧啊 竟然能在护士遇到你 高跟鞋的声音停止 一身秀款爱马仕的田七 声音清亮 余元嘴角溢出一丝笑容 身体攻得更低了一些 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 这种级别的问候 对于凌然这种家伙 哦 早 怎么来医院了 我将在家里帮忙 看到有林医生的单子 就想还会是哪位林医生 要外卖到医院呢 你在餐厅帮忙 嗯 我是 田七很想顺水推抽地承认下来 但是 这个答案的漏洞太多了 田七思索了几秒钟后 我们在考察外卖公司 我就用你的手机号搜了一下 余元呵呵地冷笑两声 缓步来到凌然面前 以纤细的身材挤住了凌然和田七之间的空档 我是余元 余元医生 我记得你的 嗯 林医生今天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田七与凌然中间隔着余元 但是 视线没有受到丝毫的折挡 也就不影响对话 嗯 大概是玩游戏吧 凌然有些无聊 她在学校的时候 偶尔也会觉得无聊 就只能用游戏来填补无聊了 要不然做什么呢 男生们如果不是被课业快逼疯了 就是在玩游戏 女生们聊两句就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聊的话题也总是不够硬核 最基本的 玩游戏买皮肤的女生 就是凌然所不能理解的 那皮肤又不增加属性 买来何用啊 如果是好看的皮肤也就罢了 有的皮肤奇丑无比 竟然也有人买 凌然懒懒散散的 有点吃饱后遗症的样子 天机却是看得眼神贫闪 凌然精神抖擞的时候 有种阳光的帅气 无聊懒散的时候 又有一股闲适的帅气 天机怎么看也看不够 不用喃喃当 林医生 你玩什么游戏啊 王者荣耀 你玩过吗 是什么段位 我打开过 没仔细玩过 那算了 凌然莫名地回忆起 曾经的职业游戏选手病人 再摇摇头 果断拒绝了天机 也不给出理由 余元在旁笑了起来 当时见过凌然玩游戏的 如果段位低的话 确实不适合与凌然一起玩 又聊了两句 天机却是若有所思的告辞离开 她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女生 同样不喜欢将时间浪费在 黏黏糊糊的瞎聊中 当然 如果凌然一定要强行尬聊 她应该也能陪聊的 回到自家的酒店里 天机躺在床上 拿出有头卫群的手机 一边看着群聊 一边发呆 今天的头卫群有些安静 林医生毕竟不在云医了 也就没有了分组头卫 并交流商讨和协作的必要了 大家主要是发一些男神的照片 或者谈谈厨艺 嘲讽嘲讽领导什么的 看着看着 天机却是一拍脑门坐了起来 不对啊 头其所好不能仅仅考虑口腹之欲 对于凌然这样的医生肯定会有礼物 比食物更能吸引她 天机拿出自己的手机 长按五键后 我要咨询医疗问题 晚上 一辆漆黑的香车 停到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后门处 天机换了一身淡色系的八宝丽定制 就站在车边 安静的好似一只丹顶鹤 直到凌然被人找来 天机才燃起一脸的笑容 向凌然挥手 预言坠后拾起你 有些发困的玩着手机 林医生 我想送你一间 应该是你所需要的东西 天机停顿了一下 又有些忐忑的看看凌然 我是听从了朋友的建议 你不要害怕啊 凌然嗷的一声 她收过的礼物多了 奇怪成什么样的都有 早就有免疫力了 天机又郑重其事地说 我先说明啊 我没有为此花钱的 这是一次合作项目 我们家的基金会给一个机构捐赠了设备 因为更新设备的缘故 他们原本的一些储存就必须消耗掉 总而言之 基金会牵头 向本部的几所大学做了捐赠 我帮你申请了一个资格 让你可以出于教学或研究的目的 处置其中的一句 但是必须在符合规定的机构和设备条件下进行 她说着 是一司机打开了车门 露出里面的一句 大体老师 凌人惊喜莫名 本来已经拱起腰 变身一米四一的余缘也有些呆住了 并且看着透明观中的大体老师 露出了缅怀与期待的神情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366集 在任何时期 能够用于解剖的尸体 都是异常稀缺的 然而 解剖尸体 对于外科医生来说 又是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外科发展的早期 许多医生都是偷尸犯 其中 最著名的当属解剖学的鼻祖 安德烈维萨里 刚开始呢 他解剖动物 后来去乱葬岗盗尸体 再后来偷刚吊死的死刑犯的尸体 因为新鲜 后来 当墓地守卫发现安德烈的时候 他家的地下室里 挂满了人的脑袋 心肝脾胃肾 四肢等血淋淋之物 后来借贿赂脱身的安德烈 写了人体构造一书 修正了此前的权威盖伦 三百多处错误 前解剖权威盖伦 并没有尸体可供解剖 盖伦是解剖猴子来获取信息的 考虑到当时的外科医生就是在盖伦的理论下 切割着人体 可以说外科是精神世界影响到物质世界的最明显的表率了 很多人原本是可以活下来的 只要医生们能够解剖到尸体 时间推移四五百年 二十一世纪的尸体供应依旧不足 以中国的医学生为例 几乎没有哪个学生能够完完整整的独立解剖一具尸体 参与过各个部位的解剖 各一次就算是不错的医学院了 还得学生上课积极才行 如果算平均的话 中国的临床医生在全职业生涯中 平均每十人才有一具尸体可供解剖 不仅是医学生 医生同样没有尸体可以解剖 大部分的医学生走上医院的岗位之后 更是再没有得到解剖的机会 这就好像一名机修工 一辈子只能看人拆车 本人亲手只拆过一辆车的十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让他进行车辆的修理 难度会有多大 许多医生其实也是想要改变现状的 一个较好的例子 是华山医院的骨科解剖班 04年开班 没有任何的宣传 只靠口口相传 就将班额从两个班迅速的扩招到了二十多个 接受培训的都是成熟的骨科医生遍布全国各个医院 而大家之所以愿意千里迢迢的去华山医院再培训 就是因为本院难以得到解剖用的尸体 像是云华 虽然是地区顶级的医院 但是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解剖培训 这也是地区顶级医院和国内顶级医院的差距之一 一具尸体 有时候比做一百次手术都有用 面对田七送来的大体老师 不只是凌然就是余缘都没有心情在门口纠结了 在得到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确认后 两人一左一右 互送着大体老师到了地下一层 小心翼翼地将大体老师放上解剖台 再弄亮灯深深地吸一口气 就是这个味道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自建的解剖室 仿佛都得到了升华一般 有尸体的解剖室才像是真正的解剖室 好在田七聪明 他根本就没有跟着下楼 而是早早地跑商场购物去了 什么商场不重要 购什么物不重要 人多的地方就行 晚间跟车到医院已经是田七的极限了 他也不能承受再多了 而凌然和余缘乐得如此 他们围着大体老师转了三圈 各自在脑海中考虑着方案 所谓少年不知诗珍贵 医学院里至少还有教学用的大体老师 脸皮厚一点努力一点长得帅一点 总能得到练习的机会 到了医院以后 临床医生再想得到一次大体老师的教导 纯凭运气 凌然还好一些 他才开始实习没多久 又得到过三千次解剖经验 就是上肢解剖经验 余缘呢就太久没见过大体老师了 戴上手套忍不住颤颤巍巍先摸了大体老师一把 转顺余缘就忍不住笑了 夜间的地下一层灯火摇曳 笑声尖锐 就在此时 咚咚咚的敲门声传来 敲门声在停尸房内响起 凌然皱了皱眉问 谁啊 是凌医生吗 我是二世的小李 咱们上次做手术的时候还见过 上次手术 凌然还在回响 余缘哼了一声看看大体老师 是来抢时的 凌医生 凌医生 开开门嘛 小李的声音像是年轻的狼外公 怎么办 余缘看向凌然 凌然露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 我们问问大体老师吧 我给您当助手 余缘开心地拿出各种手术器械 完全无视了外面的敲门声 她现在分外地羡慕凌然 谁能想到现在的女生都懂得帮忙获得大体老师了 如果有个男人这样对她 她今天晚上就嫁 不过 只是给凌然做助手余缘就很满足了 凌然的技术本来就好 她配合的过程中 也有的是接触大体老师的机会 地下一层的解剖室 有温暖的黄光和闪耀的白光 还有两名埋头学习的小医生 以及露出和谐笑容的大体老师 一方快乐的小天地就像是桃花园 门外 拍门声停了一会儿 又响了起来 且有人高声呼喊 嗯 凌然啊 我是老蛆啊 咱们一起给刘维辰看病来着 普通医生的呼喊声持续了整整十分钟 然后才像是被割掉了气管似的沉默了下去 凌然啊 我是老黄啊 哎 凌医生 我是老刘啊 开开门吧 一位换一位 凌然全当是听不到 此时正是她最需要大体老师教导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 凌然做了有四百粒的汤法 近两百粒的根剑修补术 以及超过五百根的断指在职 除此以外 她还进行了上千次的体格检查 以及数量更多的推拿 但是论及解剖 凌然只对手部的解剖清楚 足部的解剖就相当欠缺了 助同意的方案A 其实就是基于足部解剖而建设的方案 如果凌然有下肢三千次解剖经验 她的根剑修补术会做得更好 事实上 助同意若是再能多一些资源的话 她的方案也能进一步的细化 至于全身性的解剖知识 凌然就更匮乏了 现如今凌然就很想看看全身性的静脉系统的状况 她对神经系统也很感兴趣 而在学校里她做的解剖几乎没有涉及到多少神经系统的内容 加做一次上肢解剖 对凌然来说也是极好的体验 她的解剖经验来自于系统 终究只是经验 并不是贯彻的了解 做一次完整的上肢解剖也有助于她的融会贯通 就这样凌然和于原在解剖室待了一个晚上 渴了饿了 就忍着 熬到第二天早上 大体老师能教的东西已经很少了 凌然才喊于原收拾收拾 又将枝锁在柜子里 悄悄地打开门 总算没有白痴睡在门口啊 凌然轻轻松了口气 转瞬又有些鄙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 守了一夜就熬不住了 一点都不像是外科医生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367集 朱同意从京城返回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代表着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本身的工作近乎停止 从停车场到医院大门 再到病房和手术室 到处都有为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准备的宣传海报 道路指引和宣传册子 近六百名来自附近大专院校的学生们成为了志愿者 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随时准备回应参会者的需求 自从大家知道志愿者好用之后 各种国际会议的成本就大大降低 质量则大大的提升 由此造成一个有趣的现象 没有足够多的好大学的城市 你连一个真正的国际会议都办不起来 若是由会议组织开心聘人的话 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富的单位都会瞬间怂下来 便寻国内各大单位 能够批量化地提供简单英文服务的群体 唯有大学生了 换成其他国家召开国际会议 仅仅是满足国际组织的语言要求 就要让他们精疲力竭了 如同一手里也没有无限的经费可供挥霍 但一股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就要去举办一场国际会议 可谓是左之右处 不过会议总算是弄起来了 看着研究中心四处张贴的海报与标识 朱同一也不由地露出笑容 做得好 朱同一难得表扬人短短三个字 却让手下人如影甘霖 薛浩出的眼眶都有点红了 这也是他经手过的最大项目了 身为朱同一的小管家 薛浩出全城锦钉 此时满心的苦尽甘来的感觉 聪明的说道 小领导对我们也很支持 光是叫车就借了我们二十辆 另外医院的医生们也都是带车帮忙 掀起抵达的各国医生们都很高兴 啊 这趟辛苦你们了 能来咱们这里开会的 都是世界各国的大拿 他们到咱们护士来 人生地不熟 大家不仅要做好会议的服务工作 也要做好接待和陪同的工作 就当自己是一名医学导游嘛 嘿嘿嘿嘿 朱验尺 我昨天就给吃了火锅 新西兰的专家盖福德 吃的呼啦呼啦的 去医生在这种场合 总是能发挥出一些特别的作用 众人配合的笑起来 用私家车位会议服务 自然不是那么令人开心的事 不过总是不会让人太过于反感 主要就是因为 招待的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医学大拿 医生们全程陪同下来 总能混个脸熟 也能多留一个联系方式 也算是有所收获了 祝同一微笑着点点头 嗯 盖福德做膝关节的水平是有目共睹 也给不少运动员做过手术的 是 看他样子挺高兴的 哈哈哈哈 专家嘛 肯定高兴 听说本届的运动骨科学术大会的举办全被中国拿到啊 许多专家都为我们高兴呢 咱们可是不光提供住宿 我还承诺报销差旅费 提供交通工具和全程接待 外加全程的五碗餐 祝同一说的自己都不爽了 啊 住宿都是要提供的 不提供住宿会议都开不起来啊 祭天路场上能说的部分 抢着评论了一句 一般的会议都是提供住宿 好一点的提供差旅费 咱们没办法不是 要是不给交通工具没有接待陪同 这个会议啊咱们是拿不下来的 医学会议都经常有主办方为了省钱 而不提供差旅费 转而让医生们自己出钱 或者找医药公司负担 交通工具和接待陪同就更少了 一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优势项目 尤其是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开学术会议 大家往往都要求当地人员的陪同 国内的软硬件条件差 就只能用服务来补贴了 祝同一这么说 也是为了让大家心里舒服一点 说完了困难的部分 祝同一又谈轻松的地方 谈补贴 谈奖金 谈会议论文 让众人很快开心了起来 原来 独立开一个这样的国际会议 就是很辛苦的事 但大家愿意付出辛苦 也就是有所得的 祝同一手里的资源丰厚 此时将会议敲定 后续的好处自然源源不断 祭天璐等人心里也都是明白的 很快拳头说说笑笑起来 这样说完了正式 祭天璐又将凌然独享一句大体老师的事给说出来 啊 凌然最近几天都是呆在解剖室里了啊 生怕别人抢了他呢 谁会抢啊 而祝同一的关注点却在另一个角度 这小子自己调来的尸体吗 合规吗 以学校的名义捐赠的 他就是借咱们一个地方 哦 这样子学医也怪不得他的技术好呢 祝同一回想起薛浩初发给自己的小视频 视频里做根键修补术的凌然 显示出的技术显些让祝同一以为是视频造假 我这次啊准备的病人很多的随时都可以调配几个出来 要么就给凌然两个让他做做看 祝同一搜罗病人也是不容易的 到时候有资格做现场手术的专家会在手术室里做手术 并向会场进行直播 有必要的情况下 手术室与会场之间还可以进行提问与互动 当然被找到的病人都是很乐意的 能被国际级的医学专家做手术 一般人都愿意多花点钱呢 因为国际专家的飞刀费只会更贵 祝同一虽然邀请凌然做嘉宾 但也没有给他安排现场手术的意思 让他提前做几个手术只是增加素材的意思 到时候可以在分会场里放视频 也可以让凌然自己写成会议论文什么的 总能发挥点作用 祭天璐一听就笑了 凌然要是知道能做手术啊 怕得高兴的跳起来 祝同一也算是了解凌然 不由他也笑了 是啊 凌然的这个跟剑修补术 是做的确实漂亮 你们也不能放松 要跟着学习啊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368集 祝同一祝院士做事向来稳重 看过了学生送来的视频以后 他还特意找人调阅了病人的资料 现如今大部分的三甲医院的病人资料都是相通的 不仅同科室的医生可以看到 其他科室的医生也可以调阅出来 虽然会有电脑记录 但并没有特别的障碍 这是为了方便会诊和跨科室的就诊需求 国内也不讲医患保密之类的事 在确定了姓名之后 那小白领的资料就有云医的医生帮忙 直接送到了祝同一的案头 祝同一是眼瞅着那小白领李舟的跟剑一天天好起来的 那恢复速度 邻居小孩看到了都要羡慕哭的 祝同一更是新养 跟剑修补处的几个核心指标 一个是修补后的跟剑强度 一个就是恢复的时间和速度 尤其是后者 其实往往比前者还重要 就算是普通岗位上的普通人 跟剑断裂了也会希望恢复的越快越好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到长假了 一拳一拐地去单位上班 对于跟剑的恢复来说 也绝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且不说大半年不参加比赛的合约问题 就是对运动员自己来说 半年不运动的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加快恢复速度 也会变相地增加跟剑的强度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祝同医是再三确认了凌然的手术之后 才打电话给霍从军的 会议嘉宾的位置 对他的研究中心的医生们来说 也是很香的 祝同医这一次原本是准备放录像 来说明自己的方案A技术 对于院士来说 专门为刘微臣而设计的方案A 只是其个人生涯中的一个小胜利而已 用不着极力吹捧 这次会议也不是显示他一个人的地方 重点在于将会议本身给组织起来 但是准备总归是要做一做的 屈医生决定利用好这个喜讯 自从刘微臣从他手底下溜走以后 屈医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 痛定思痛 决定换一个讨好的对象 不得不说 凌然迎风而上的气势 给了屈医生很大的想象空间 身为运动医学中心的一员 屈医生太知道跟剑修补书做得好 有多厉害了 就这么一招 落给欧美医生一年赚过几百万美元 都跟玩似的 事实上 能掌握这种技术的 也都是四五十岁网上的大牛了 所以 现在再谈凌然是什么潜力股 已经有点晚了 人家差不多都已经上市了 只是市值还没有飙起来 屈医生也就是想打个新股 买点便宜而已 从处同意这里得了消息 屈医生摸着自己普普通通 但寸草不生的头顶 就直奔解剖室而来 再一次敲响解剖室的大门的时候 屈医生满脑子都是想好的词 屈医生 我是老屈 我不是为了解剖来的 我是有一个好消息来通知 脑子里想着 他一边就笑了 屈医生敲响了门 微笑着喊 屈医生 我是老屈 正好 灵然啪的就将门给打开了 屈医生忏意的抬头 就见灵然戴着口罩 穿着白色防护服 防护服上还满是血迹 接着 灵然一把就将屈医生给拉了进来 老家 尽你身体用一下 解剖室内 正在解剖台前忙活的 于原也笑着抬起头 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 顺便举起解剖刀 来打个招呼 解剖室位于地下室 本就阴冷 屈医生望着残缺不全的大体老师 以及一身专业穿戴的 灵然和于原 不由的就一阵鸡皮疙瘩 他呵呵地笑着 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 呵呵呵 灵医生啊 我我知道您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 真的有点吓人啊 我给你做个推拿 灵然不是个擅长分析他人心理的人 也猜不到屈医生说的 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 他就是想摸摸正常人的骨头 好做个比较 推拿算是灵然能想到的较好的主意了 说话间 灵然的手就摸上了屈医生的脖子 你换个暖和的地方 可能会被人告啊 屈医生感受到灵然的手掌的热度 稍微安心了几秒钟 但是随着灵然拨弄起他的骨头 屈医生的心情还是不免起伏 正常人站在解剖室里 心情起伏太正常了 屈医生突然有点后悔 自己怎么就鬼迷心窍一个人跑来报喜了呢 这要是被拆成零碎了 再与大体老师混到一起 会不会有人找到自己还真的很难说呢 灵然这时候松开手 为什么被告 因为 屈医生本来想说个笑话 来缓和一下气氛 但是看着灵然认真询问的表情 看着愚言不解的样子 她突然说不出话了 这个话题真的不适宜深入啊 灵然见屈医生不说 也不继续追问 就用拿法带着她的脖子摇晃着 屈医生有点痛 有点爽 又有点怕的看着前方满心的后悔 满眼的失神 颈椎的形态应该没问题 灵然松开了屈医生的脖子 余缘嗷的一声 将大体老师的颈椎剪了出来 让灵然再做一次比较 灵然取了刀 再细细的剖解观察 她刚刚学到的气管切开术 只给警犬例子做过 为了日后使用的时候 能够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她是特地用大体老师学习了一番 单纯的解剖与治疗是不同的 治疗是要创造尽可能小的伤口 像是气管切开术 窗口只有一个指头的粗细 有的还能做得更小些 但是解剖才是减少窗口最有力的武器 医生如果对喉管附近的解剖结构非常熟悉的话 自然而然就能避开一些关键部位 例如气管切开时经常发生的甲状腺的损伤 若是解剖水平足够的话 这种事物的发生几率会非常之低 可惜大部分的医生都没有仔细的实地的解剖的经验和机会 懂一点解剖而弄不太清楚的医生满大街都是 大部分的外科医生的自负是建立于几十次上百次乃至于几百次的同树式的磨炼上 但是要说基础有多好却不见得 尤其是解剖学这样的知识 医生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 可想要弄得非常娴熟 需要的资源就太多了 很多主事到退休都没有独立解剖过一具尸体 很多医学生 读书的时候一个班看一具尸体的解剖 毕业以后进入普通医院切切切 按部就班的升职也没有解剖的机会了 凌然当日得到的三千次上职解剖经验 带来的是质的改变 甚至可以说全世界范围内能有此经验的外科医生都不多呀 但在首部解剖经验之外 凌然的解剖经验也是乏善可陈 这一句大提老师是给凌然做了一次近乎完美的授课 凌然无比珍惜地努力着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369集 被释放的屈医生浑身发冷地在旁看了一会儿 渐渐地缓过气来 占便宜的心思又起 左右看着 这个房内怎么就两套设备呀 凌然警醒地看向屈医生 手里还拿着刀 屈医生善笑两声拍拍脑门 哎呀看我这个迹象 我有好事来通知凌医生的 哦 啊这个住院是回来了 还带了根肩断裂的患者就等着你做手术呢 全程录像和视觉室的那种 屈医生的腰板不又挺了挺 凌然的脸上果然露出笑容 但是一低头就毫不犹豫地说 根肩断裂的患者能等吗 如果能等的话就让他们等一下 啊 等你解剖尸体 是 凌然回答得利落 两台手术哪里将有解剖尸体来得重要 根肩断裂本来就是个小病 如果不是运动员的话 普通主治就能进行治疗和操作 此时此刻 除非是几十上百张的病床 否则根本别想凌然走出地下室 身在凉冰冰的解剖室里 屈医生的脑筋转得特别慢 好悬才醒悟过来 哦 那我去给主人说一声啊 他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呵呵的笑两声就两秒退一步 悄悄地走出了解剖室 忙忙碌碌的凌然和于原也不理他 屈医生等出了门 几乎是飞奔上楼 然后找了个阳光明媚人又多的地方 深深地歇了两口气 哎呀 云医是个出轨的地方啊 屈医生回到办公室 觉得还有点阴影没驱散 自从医学院毕业以后 他还真的少有这样的感觉 凌然在出现在阳光明媚的地方的时候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已是异常的热闹 来自多所大学的志愿者们 站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里 像是关爱至上儿童似的 保护着每一位与会者 凌然将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 全身换心后也好奇地打量四周 他上一次参加类似的会议 是在云华召开的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 比起住院士承办的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 前一个国际的含金量明显不足 一个很直接的范例是 当凌然出现在某位志愿者面前的时候 那白白净净的女生是用激动的英语问候的 何而用 在会议期间 黄皮肤的不一定能听得懂中文 还是用英文最保险 凌然只是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 现在谁管事 你是中国人啊 太好了 女生更加激动了 抿嘴盯着凌然的脸看了两眼 大胆地说 我带您去吧 不用太麻烦 不麻烦 我们志愿者的一项任务就是引路呢 她现在已经不想志愿者的工作了 恨不得牵着凌然的手转身就捧 凌然稍微犹豫了一下 你只要告诉我住院士或者寄天路主任的位置就好 我手机没电了 说完凌然拿出手机扬了一下 女生立即递给她一个充电宝 看着凌然充上电 我充电宝 我带你去吧 充电还有一会儿才能开机吧 稍微等几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 那样对手机不好 我还是带你去吧 凌然也不想浪费时间 看对方坚持就点头允诺 女生整个人高兴起来 连忙带着凌然往人少的方向走 且套话道 您是研究中心的医生 还是参会的嘉宾啊 嘉宾 哦 是哪个医院呢 云医 云医 哪个云啊 能告诉我全名吗 云华医院 哦 我记住了 女生连连点头再带着继续上楼 走了没几步路 又一名志愿者看到凌然 同时也看到了病行的志愿者女生 前者只犹豫了两秒钟 就快步走了过来 嘿 好咯 中国人 太好了 您也是中国人 哦 对了 您是嘉宾还是本院的医生啊 新来的女生无视前一位女生的白眼 面带微笑浑身都散发着勇敢 云华医院 嗯 我记住了 刚认识的女生浑身散发着开心 再经过一个拐角 嗨 中国人 哇 您是中国的医生啊 您是研究中心的医生 还是嘉宾啊 云华医院 凌然 如是重复 就她的人生经验来说 重复 有时候是最轻松的选择 毕竟 每一个拐角都是一个全新的拐角 哎 灵医生啊 今天的手术咱们是全程录像的啊 季天璐继续给凌然做助手 并提醒了她一句 站在手术室里 兼职摄影师是198斤的胖医 她的身侧就是一台放置于三脚架上的摄像机 外面照着塑料袋 与大后显微镜是相同的待遇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照例使用的是有全景摄像机和高清树叶摄像机的手术室 手术全程都是在视窍室内同步播放 为了用于会议中可能用到的录像 祝同意还让人加了一台普通摄像机到手术室来 以拍摄到更多的角度 手术室里的全景摄像机是自上而下的拍摄 总是会有遗漏的地方 再让手底下的住院医选拍一个角度 自然可以更加全面一些 凌然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嗡了一声 并没有太多的表示 跟剑修补书是她做得很熟的手术了 这两天又经过了大体老师的培训 不谦虚的说 凌然自己都觉得自己提高了 正因为如此 凌然今天还特地提前到了手术室 一方面是做做检查 另一方面也是熟悉器械 再拿几个细一点的爱迪生涅 凌然用眼睛扫过托盘架上的器械 补充了一句 爱迪生涅是用来加持细小组织和皮肤的 头宽有不同的规格 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没有提前说明的话 护士只会拿正常的规格来 对凌然来说 正常规格的整形涅照样能用 就是没那么顺手罢了 用游戏来比喻的话 不同的医生面对不同术士的器械习惯 就像是不同的玩家面对不同英雄的明文习惯 第一手怎么用都是失败 高手怎么用都是成功 但是过程的容易与否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护士们乖乖地应了一声 就去做补充了 凌然再看看鱼园 患者情况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三百七十集 凌然的医注是寄天鹿 但是身为主任医师的寄天鹿 明显是不会管床的 他会不会用电脑的病例系统 都很让人怀疑 医生不断学习的能力毋庸置疑 但高级医生的技能退化程度 也会令人瞠目结舌 于元虽然不是今天病人的管床医生 但他做了三年的住院医 对于主刀会问到的问题 早就心里有数了 连忙说道 患者二十七岁 机械运动员 国家级剑匠 跟剑不完全断裂 主诉 遛狗的时候 被邻居家的哈士奇扑倒后 幼族跟剑出疼痛 活动受限 此共振确诊 又跟剑断裂 凌然绷着脸听着 寄天鹿已是笑出了声 真的被二哈扑倒断了跟剑呢 寄天鹿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的样子 满脸的好奇 于元知道在拍摄 所以正儿八经的像个初中生主持似的 说道 患者主术如此 以前断过吗 有旧伤吗 寄天鹿太好奇了 剑主到的凌然不问 就自己问了起来 反正患者还没来 没有跟剑受伤记录 就是说这个鸡剑运动员 国家级的剑将 你刚说二十七岁了是吧 鸡剑十几年 跟剑都好着 结果被一只狗给撞断了 是哈士奇 于元纠正 凌然很严肃的咳嗽两声 是被狗扑倒后摔断的 寄天鹿斜偏了凌然一眼 凌医生 你也很想笑吧 想一笑就笑出来吧 凌然面对寄天鹿面无表情 只在寄天鹿的眼神收回的时候 嘴角才忍不住抽抽两下 却是被摄像机完整地拍了下来 视觉室里本来就笑声一片 此时更是笑垮了 更有女生们尖叫着评论 哎 林医生笑了 真是太可爱了 哦 林医生笑起来好甜哦 凌然 加油 视觉室内一阵的热闹 偷穿了保暖那衣 依旧寒气阵阵地去一声惨笑两声 你们知道凌然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吧 当然 哎哟 要是被男神看到我们的疯样子 那可怎么行哦 就是直播的时候才敢闹一下的 徐医生却是想到了脖子被凌然抓住时 心脏紧锁的恐惧 不由得摇摇头 用看天真的表情看着他们 你们都不知道帅哥的真面目 病人被送入手术室 笑声才戛然而止 几天路也不好意思继续笑下去 用手擦擦笑出来的眼泪 我再去洗个手啊 凌然呃了一声 让护士帮忙穿上手术服 患者晃头晃脑地看着周围 有些心虚地开玩笑 我是第一次啊 医生您得轻一大 不用紧张 凌医生的根剑修补术是一流的 他之前做的一粒手术和你很像 患者刚刚在冠军赛里拿了铜牌 是以前能拿拳用会奖牌的 这次在冠军赛里拿了铜牌吧 才不是呢 于元说了一句 他也不懂体育 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 患者自嘲地笑了两声 我本来就准备退役了 实在不行就退役算了 凌然听着患者的话突然来了一句 我们现在对你进行的根剑修补术 是风险较大 但效果较好的根剑修补术 主要针对运动员等 对根剑修补后的质量有极高的要求 对恢复时间有较高要求的职业 你如果准备退役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普通根剑修补术 患者愣了愣 想了半天叹了口气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来吧 我今年二十七岁了 虽然已经准备退役 但是啊 人这个东西 总是有不甘心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 大郎喝了药再说啊 麻醉医生在凌然的事意下 举起了他的小道具 患者脑袋一歪就睡着了 根剑修补术 凌然提醒了一句 举起了手术刀就滑了下去 几天路作为医柱瞪着眼睛看 他也是看过凌然之前做的录像的 如今有了机会自然要好好地看一看 他的脑海中对于技术虽然没有明确的分类 但提高的太多还是容易看出来的 就像是凌然视频中的表现 就令寄天路颇为吃惊 传奇级的根剑修补术 其实都有些超过了寄天路的想象了 当然 凌然目前只具有完美级的水准 但是完美依旧是超过寄天路水准许多的技术 从大师级到完美级 不是简简单单地做几百台手术就能历练出来的 寄天路一看传奇级的心思 看着凌然的完美级操作 依旧觉得心持神亡 事实上 就凌然完美级的表现也是世界百强的水平了 一个医生的某种术士 若是确定无疑的世界百强的话 那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 就本次的国际会议来说 参会主人中能名列世界百强的外科医生一个都没有 寄天路和树同意 从最开始就不是以百强的心态去看凌然的 但是强就是会觉得强 强个一星半点的不觉得厉害 可是若是将眼界放宽 就会察觉到差距 就好像很多班级的第二名不觉得自己和第一名有多大差距 可要是放眼全年级就会看到 自己与班级第一同样是年级第一的同学 要相差三四十名 放眼全区 班级第二与同班的全区第一 相距就已达到了数百名的程度 在全市是上千名的差距 在全省是上万名的差距 成人的世界远比学生的世界更复杂 小医生们面对的竞争 还是同龄人同院人的竞争 到了主治才会接触到院外的医生 但是一旦晋升到了副主任或主任 面对的竞争就是全市全省的所有医生了 运气好又技术好的 还可以面对全国的竞争 全国竞争中的胜利者 就像是祭天路主任医师这样的 偶尔就会考虑到全世界 中国医生其实很少去考虑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中国的医疗费用本来就很低 病人的收入更是低于平均值的状态 就算是国外的医疗条件更好 病人也会因为经济原因继续留在国内看病的 像是祭天路医生 正常情况下也不会考虑一名医生的技术 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和水平 但是随着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的筹办 祭天路对国际一词突然变得敏感起来 他不自觉地以自己不久前看过的 几位国际级的大牛的视频资料 来判断灵然的水平 结果 结果是祭天路不自信了 他摇里摇头不由的心想 现在要判断一名外科医生水平更难了 灵然这家伙看起来还是蛮强的 完成了 换边吧 灵然丢下剪刀对祭天路说 我要去隔壁手术室做另一台了 祭天路一下慌了 我跟你一起 这是超计划的选择 按照原本的计划 祭天路跟一台手术 确定一下灵然目前的状态 就要做别的事了 甚至录像要不要在会议上播放 都要祭天路来做判断的 判断来判断去 至于祭天路突然没了自信 此时更是没有了在做其他事的心情 他要再好好地看看灵然的手术 灵然自无不可 将剩下的琐碎活迹交给余元去做 带着祭天路就往隔壁手术室去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